据媒体报道 一人小钱2012年闪婚求援何首正 结婚4年多仍未生子 曾自曝天生没有子宫 被医生宣告终身无法怀孕 两人过去以来感情稳定 没想到在5周年结婚纪念日的前一天 竟传出离婚消息 而何首正也证实此消息 坦诚 就是这样了吧 小钱被问及离婚消息时 仅以简讯回复 我看了要一直忍住眼泪 我目前不回应 可能要麻烦你去问问何先生了 而何首正接受采访时 则表示 你们应该都跟到了 就是这样了吧 也表明有些事项 之后会再统一说明